我们使用了MetaHuman来创建的人物 但是MetaHuman创造的人物非常细腻 所以特别耗资源 如果你的电脑员的卡顿 你还是可以用一些比较低膜的 为了大家准备了另外一个素材 在虚幻商城里面可以免费的下载 adventure character 将它添加进工程之后 会有个面 我们用它来讲 讲解 因为考虑大多数同学的电脑可能会卡顿 我们来一个Collector新创建一个 叫做Libra Lyra就留给MetaHuman这个人好了 同样的我们首先新建一个Mesh文件夹 用来保存 我们将Man文件夹的Mesh里面找到Foot 我们把它给复制过来 复制到Mesh底下 然后换个名字 叫做Libra 好 创建好 你会发现它并没有谷歌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谷歌 点右键 创谷歌 创建谷歌 OK OK 创建好了以后 我们还是拿小白人作为一个模板 在小白人 Blueprints里面找到这个Third Person Corector 双击进去 需要将这个网格体选一下 对不对 换成Libra 我们刚刚换名字的那一个 好 同样的方式 我们要将那一个小白人的动画南图 也要重定向啊 重定向过来 从定向之前呢 进入到谷歌 然后在这一个选择绑定这个地方 我们选择人形绑定啊 选择人形绑定 那再重定向管理器 这样之前我们已经在那个Math Human 这个也做了这个步骤啊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改 它是个OK的 点保存 好保存之后 我们到小白人的动画里面去 找到他的动画 南图 重定向动画南图 选择SK Libra 这个谷歌将名字换一下 3rd person换成Libra 换成Libra 然后修改 它的存放目录 CharacterLibra 里面新创建一个 叫做Animations 点确定 好 重定向 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一个 另外一个人物啊 这个比较低模一点的 它呢 就没有那么卡顿 丢在场景里面 好 丢进来以后 同样的我们来个Auto Auto 选择玩家零 自动控制玩家零 哦 还没有选择 那个的啊 我们进到Ctrl加1 进到南图里面 加网格体 使用动画南图 选择我们刚刚新建的 那个Libra Libra 编译保存 好这样子呢 那我们就快速的完成了 这个低模人物的 使用小白动画的 这个人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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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